深秋的墨北 天地辽阔 萧萧受风卷起漫天黄沙 残阳如雪 映照着古老的土黄色城墙 玉门关 大汉最后的一道屏障 自从武帝朝开始 他处立在这里已有两百余年 孤独而苍凉 风沙漫卷之中 一对威士浩荡的人马 远远出现在地平线上 他们全都穿着规整的黑色军衣 骑着高头大马 在戈壁上投下长长的血影 若日于麾下 人马簇拥中 衣成大红色的车脸分外显眼 城楼上一个望哨的小组 指着远处乌鸦鸦的黑影 激动地对同伴叫唤道 来了 另一个小组蹲在角落里 背靠着土墙 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 嘴角上扬 献出一抹漫不经心的冷笑 又和 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了 他们都是戍边的小兵 多年前背井离乡 来到这片肃沙荒芜之地 日复一日 眼中只有苍凉的天地和漫卷的黄沙 这是大汉最遥远的疆域 也是大汉最危险的边境 就在他们的身后 关外几百米的地方 常年游荡着一群嗜血的恶狼 距离玉门关城楼百米之外 是一座用黑色山石 搭建起来的简易行工 粗犷笨拙 一看便知事匆忙渐成 眨眼人马已至行工前 假设迅速分裂两排站定 随即车脸徐徐落下 一个眉睛木秀宦官打扮的人 小不快行至年前 掀起了厚重的车帘 望哨的小族拍了拍同伴 沉长了脖子眼睛一眨不眨的 盯着行工方向 满面兴奋道 快看 这就是咱们的 小族没有说完 眼睛已经直了 另一个小族健壮 立刻从地上弹跳了起来 剑步冲到前面 一起撑着脖子往前看去 只见一位身着将紫色广秀汉服 风姿绰跃的女人缓缓从脸中走出 小族们看不清她的面旁 但在她出现的那一刻 这一片灰暗的戈壁 仿佛突然间变得亮丽了起来 在她的身后 另一层实青色的车帘也落了下来 望哨的小族们睁大了眼睛 想看清楚接下来要出现的 又是什么人物 宦官模样的人 带着四个假石灯上车帘 续语之后 四人抬出了一只令小族们 目瞪口袋的东西 那是一只通体纯黑色的官果 官 棺材 两个小族一口同声地惊呼起来 面面相去 官果很快便被抬进了行宫 那风管华府的美人 也紧随其后走进了行宫 此时 夕阳完全没入了地平线 暗影 逐渐重新占据了这片荒凉的天地 编成荒漠 一个美丽的女人和一只神秘的官果 成为营绕在两个旺哨小族心中挥之不去的疑惑 公元91年 北京风烟再起 汉军营帐里 大将军斗陷背对众人而立 面前是一幅巨大的北京地图 他眉头紧锁 注视着地图上精微山的位置 塞外的风沙 将他的脸庞磨砺的粗糙而坚硬 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透着果敢与坚硬 几位副将站立在下 帐内寂静无声 所有人似乎都在急切地等待着什么 暴 一声急促的通报声 打破了营帐里的沉默 斗仙眉头跳动了一下 士兵快跑入帐内 奏道 丙大将军 又笑为大破北蝉鱼 斩五千鱼鸡 佛禄尽万人 好 斗仙重重一派书案 帐内重奖神色雀跃 纷纷拱手道恭喜大将军 斗仙眉头一条 盯着问道北蝉鱼呢 顶大将军 北蝉鱼率百于其人马突出重围 向北逃去 又笑为千帅一千骑兵追击 其余人马已拔战回营 斗仙低头夺了几步 眉宇之间透着一丝难以捉摸的神色 撕存片刻后他霸气一挥 传令下去 准备好酒肉 犒赏三军 莫 士兵得令退下 众将连日整装待命 想必也都累了 大家且回帐稍时休息 邓蝶留下 斗仙命令道 众人见面露欣喜之色 纷纷拱手退下 斗仙挥手将帐内卫兵也并退 此时 帐内只有斗仙与中护军邓蝶二人 邓蝶神采飞扬道 大将军与北匈奴战多年 今日可谓避其功于一意 自此我大汉北京再无战火 大将军功锤千古 斗仙却冷冷一笑 当真可以避其功于一意 他盯着邓蝶 眼神中透着一股阴质之气 邓蝶不禁顿声寒意 虽然他以忠心耿耿追随斗仙多年 但是对于这位大将军的心思 他仍然还是捉摸不透 斗仙并不予多作解释 他转身回到暗旁 提笔在锦伯上迅速写了几个字 然后将锦伯迪号交给邓蝶 太可靠之人 将此心快马加鞭送到右校尉手中 邓蝶略依迟疑 却也不敢多问 结果锦伯道 属下遵命 大漠苍茫 残阳如血 漫漫黄沙中 一只骑兵正奔袭而来 香红的两番旗帜上一书汉 一书斗 须领头将军长鹤一声 拉紧缰绳 站马前提高举 停了下来 稍后的整支队伍也依次停下 他抬眼望去 视线所及之处尽是荒漠于戈壁 残阳天地交接的地方燃下一片血色 隐约显现出燕燃山的轮廓 落日的余晖 映着年轻将军挺拔雄阔的身姿 他约母二十六七岁的年纪 棱角分明的脸庞英俊映朗 一双心目透着锋利的锐气 古铜色的肌肤在斜阳下闪现着充满魅惑的光泽 将军调转马头 一边往回走 一边看着手下这群刚刚结束一场恶战 又奔驰千里的士兵们 他们的眼神依然坚定无畏 但是却掩盖不住疲惫至极的神色 看着他们被风沙吹的干裂的双甲 他心中隐隐有些不忍 百战沙场的他 怎会不知这支队伍此刻已经是强奴之末 再往前便是匈奴人的地界 迎接他们必然又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恶战 千里奔袭后 体力已经严重透支的士兵们急需一次修整 于是他高喊道 兄弟们 再向前便是燕燃山药塞 大家再次修整半日 四更出发 厉破龙城 士兵们经不住欢呼雀跃 一扫皮态 战马仿佛也来了精神 将军手臂一挥 队伍又奋力向前赶去 这位将领正是斗仙麾下猛将 又校尉耿谢 一千骑兵行至燕燃山药塞 下马修整 耿谢吩咐副将安排士兵在药塞出轮流职业后 便独自一人走出营帐 这里曾是他熟悉的战场 耿谢走到药塞高处 放眼望去 天地玄黄 万籁聚集 苍茫的燕燃山孤独立于天地之间 见证着一年又一年的战火 脚下升起了冉冉炊烟 将士们已经一日未得尽食 简单安燕后便立刻升起炉灶 荒凉的戈壁大漠里 浮动着难得的烟火器 在戒聊天地之间添了一抹暖色 耿歇 他似乎是为战争而生的 虽生在豪门十足 然而对又年的全部记忆 只有冷冰冰的刀剑 十二岁 他第一次上战场 便是基洛山之战 这一战 是他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 当年 他的父亲耿国作为破鲁将军 率领汉军先锋 精锐突袭北匈奴 不料却中了北匈奴的圈套 三万大军被死死卡在峡谷动弹不得 火箭巨石起发 汉军将士的血肉之躯 成了匈奴葫芦的火把子 少年耿谢睁着惊恐的双眼 看着身边一个一个曾经活蹦乱跳的袍则兄弟 或被火箭射中浑身燃着熊熊大火 或被巨石击中瞬间碾碎成肉柄 或被万箭穿心而过 在一片惊天动地的哀嚎声中 新红色的血染红了整个峡谷 十二岁的耿鞋 第一次看到了地狱的模样 这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之后 汉军死伤无数 丢亏弃甲 然而 匈奴蛮人并不打算放过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的汉人 因为他们向来不喜欢俘虏 只喜欢屠杀 于是 面目猙獰的魔鬼们曲着铁骑 将汉军一片一片践踏在马下 耿谢亲眼看到满脸血污 身负书箭的父亲 挥舞着长剑砍向敌人 到一次又一次地落在他的身上 身上的剑也越来越多 他却毫无知觉 像个疯子一样 接线地重复着挥刀砍杀的动作 那一刻 耿谢心底的魔鬼彻底苏醒了 他像父亲一样 失去了知觉也没有了畏惧 疯狂地看向每一个靠近他的人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 却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凶狠 最后 他眼睁睁地看着一束寒光闪过 父亲的头颅高高飞起 还了一个抛物线 砸到自己脚下 那一瞬间 他的世界忽然一片黑暗 若非当时的车骑将军斗现率部赶来援救 三万汉军将士将全部在此地隐命 据后来经历过这场战争的士兵说 当时那侥幸活下来的区区三五千将士 如同一个个从地狱爬出来的鬼魅一般 他们全身上下燃满血污 一双双空洞的眼中尽是恐惧与绝望 一个巨大的土坑 便是死去的汉军最后的归宿 没有墓碑 没有坟丘 在这个活着 比死了更艰难的战争岁月里 他们的尸体 只能被堆积在这临时挖旧的大坑中 一起腐烂 一起化作枯骨 而被埋在累累尸体之下的坑血 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如果不是斗现站在聚坑前 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他或许永远都不会苏醒过来 如果他没有苏醒过来 他将和那些尸体一起迅速地腐烂掉 当他挣扎着巴开压在身上的一具具尸体 尸堆的蠕动引起了斗现的注意 在他的命令下 两个汉军把耿蟹从死人堆里拉了上来 从那时起 耿蟹变得沉默寡言 也是从那时起 战争成为了他生活的全部 杀人 或者被杀 不过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而已 父亲战死后 他追随叔父 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耿炎 继续南征北战 直到十六岁那年 叔父也战死沙场 耿蟹便开始追随大将军斗县 并在其麾下屡屡令下其功 就在三年前 二十岁刚出头的耿蟹随斗县涮一万精兵 在燕燃山历经三天玉雪激战 重创北蝉鱼 斩杀敌军一万三千多人 前后俘虏二十万人 令北匈奴元气大伤 破旗西迁 中郎将班故作名 封燕燃山名 克什乐宫 此时应该还一立在燕燃山山风出 今日乘胜追击再次大败北匈奴 耿谢心中暗暗历事 一定要亲手将北缠于一族勤马 以报父辈的血海深仇 同时也断了北匈奴的后路 让他们从此一蹶不振 再也无法威胁大汉 北京从此再无战火 三日后 耿谢已率人马追至苦苏 探马来报 北禅越人马刚过苦苏 此刻距离应不过百里 耿谢下令原地安宅 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他 北禅越人马北逃数千里 汉军一路追袭数千里 双方军以兵马捆伐 但所谓穷扣莫追 此刻北匈奴命悬一线 必殊死一搏 而匈奴骑兵向来骁勇 即使以少敌多如拼死一战 汉军也未必有十分胜算 即使取胜 恐怕代价也极大 此时最好的战术 便是巡河氏之处埋伏 前后嫁及 耿谢换来副将临终 临终本是耿府家母 父母死于战火 由耿谢之父杜辽将军耿国收养府中 十岁便随耿谢出征 秦童兄弟 在战场上屡屡拼死户耿谢周全 二人在帐内铺开地图 正在此时 卫兵来报 大将军书信送至 此地去塞五千余里 他们已经几乎昼夜不停一路追赶 是何是如此之紧急 大将军要命人千里快马加鞭送来书信 看来事关重大必不容怠慢 耿谢立即下令将信使请进来 入帐之后 耿谢打亮着眼前的信使 一贯不整 形容枯高 便心下明白 必是不眠不休一路追赶而来 耿谢接过紧帛 令人带信使去营帐内休息 耿谢打开信 煞世间神色大变 他紧紧簇着眉头 盯着那寥寥数字的紧帛 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临终察觉到异样 随上前低声问道 大将军所言何事 耿谢沉默伴上 面色凝重的沉声道 大将军令我等接令后即可返回 什么 这是为何 林中也大为亚裔 耿谢江景伯置于岸上 沉默不语 林中拾起来 细细看去 景伯上果然仅有寥寥数字 穷寇莫追 接令后当速返回 眼看就可以将凶奴人一网打尽 勇绝后患 大将军为何要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返回 连一向沉稳的林中看完信后 也不禁有几分义分填膺 无功而返 如何向将士们交代啊 时至初秋 中原大地正是酷暑退进 秋高气爽的丰收时节 北地塞外却已然进入了严寒 刺骨的冷风 夹杂着飞沙走石 鬼哭狼嚎般掠过营杖 捡起了岸上的锦帕 轻飘飘的在半空中 划了一个凌厉的弧度 稳稳落在了耿泻的脚边 耿泻缓缓俯身 拾起了那方似有千斤重的锦帕 攥在手里 眉头伸索却言辞果决道 大将军必有他的顾虑 我等自当奉命 无序多言 从他那坚决的目光中 林中知道再权益无用 虽然自古便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之言 但林中深知耿泻的伟人 对大将军斗县 耿泻深怀感恩与崇敬 甚至可以说是势如胸腹 不论这个命令有多么的荒谬 他也不会违背其意 大约十日后 耿泻率军返回居延赛 斗县亲率副将出赛树里相迎 远远便看到了斗县的卫队 耿泻立即下马快不上前 斗县也下马迎向前去 当着三军将士的面前 耿泻贵奏道 启禀大将军 末将追敌不利 未能将北缠于前回 请大将军赐罪 斗县新领神会 立即扶起耿泻 拍着他的肩膀 冷声道 又小魏大破匈奴 战功赫赫 何罪之友 快快随我回营 我要好好犒赏将士们 事业 斗县令人备好酒肉 犒赏三军 前军上下一片欢唐 定在营帐内设宴庆功 久过数寻 众人皆有罪意 斗县之心腹 骑兵向为邓蝶举杯 向斗县道 大将军扫平兴奴 匡扶大汉 功锤千秋 此番朝廷必推举大将军路上舒适 统领政务 设声向为郭皇打断他的话 大将军之功可比日月 岂需一个区区路上舒适 依我看 大将军就不应区区人下 一时间众人都不再言语 空气似凝固一般 尴尬的沉默之后 斗县突然立声道 郭皇喝醉了 胡言乱语 把他拖下去行行酒 郭皇这才意识到自己言辞有事 慌忙要起深情 却早已被斗县的卫兵上前嫁住 不由分说便拖了出去 斗县默默扫湿了一眼 仗下众将 悠悠道 胡话而已 不必当真 老夫如今也不胜酒力 头痛得很 各位且三了吧 众将纷纷起身拜祠 只有耿谢一人纹丝不动 斗县眯着眼看他 或许已经猜到了他在想什么 但是却始终一言未发 直到众人都退下后 耿谢方才起身 他上前一步 开门见山道 大将军 末将有一事不明 还望大将军赐教 斗县目光如趣地注视着耿谢 缓缓道 你是想问我为何召你回来吧 耿谢直言道 正是 此次北匈奴损伤惨重 北缠越狼狈逃窜 义无招架之力 乘胜追击完全可将其拿下 北庭必将大乱 我均可趁此机会一举荡平满夷 勇绝后患 如今放虎归山 不是给了北庭传息的机会吗 树莫将愚钝 不知其中用意 斗县并未立即回答 他缓缓起身 心不走到营帐一角 拿起悬挂在壁上的一只弓箭 端详一番后递给耿谢 突然反问道 你果真不知其中用意吗 他的目光犀利而冷静 已隐藏着一股令人难以捉摸的阴汉 在匈奴人的眼中 他是赫赫有名用兵如神的战神 令敌人闻风丧胆 可是在汉人 尤其是朝廷同僚们的眼中 他又是飞扬把护手段狠辣的权臣 令人望而生畏 见耿谢沉默不语 斗县微微有些失望之色 耿谢 你跟着我南征北战也有六七年了 有几句话今日我便一吐为快 从我第一眼在死人堆里看到你 就知道你绝非池中之物 斗县伸出右手 双指用力点着耿谢的胸口 道 你生来便是打仗的了 有勇 有谋 假以时日 你的功绩将不在我之下 可你有个致命的弱点 知道是什么吗 耿谢泪显茫然地摇头道 请将军示下 你常年身在关外 只知葫芦之凶险 殊不知更为凶险的 便是朝堂之上的人心 斗县的眼神愈发烟冷 有朝一日 你会明白 空有一腔报国之情和一颗赤子之心 是成不了大事的 秦毅 这两个字便是你最大的弱点 也会给你的将来埋下祸根 犹如一声闷雷在心底炸裂开来 耿谢几乎有些不敢相信 从窦现口中说出的那番话 在他还是懵懂少年 刚刚开始习武学文之际 他的父兄长辈们 一直为他灌输的便是秦一二字 保家为国 汉为疆土 为了袍泽兄弟抛头炉洒热血 这是耿氏一族代代相继的精神 也是从小变混入他血液里的信念 为何 却变成了斗县口中的弱点 看着耿谢愈发凝重的神色 斗县明白自己这番口舌 大约是白费了 罢了 原本他也不过只是要锻造一把战争的利剑 他的目的不过是用这把剑 狠狠穿透凶奴人的心脏 又何必非要让这把剑去无弄全之术呢 他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从耿谢手中取回弓箭 放置原位 然后意味深长的自言自语道 真是一把两弓吗 可这样打完了 便只能挂在这里 做个摆设了 飞鸟进 两弓藏 耿谢怎会不解其意 事实上 在接到大将军令的那一刻 耿谢已然隐约猜到了 斗县命令撤兵的真正原因 若经此一役 将凶奴葫芦绞杀殆尽 边境从此安稳了 可身为大将军的斗县 便也将如这支两宫一般 从此被高高挂起 无人问今 当今天下 少主被驾空 斗太后把持朝政 斗氏一族遍布朝野 全倾天下 所以仗的正是统领三军的大将军 斗县 刘北缠于一条生路 以令朝廷与刘氏 宗亲忌惮于他 便可文保斗氏一族的权势坚不可摧 作为一个弄权的高手 斗县怎会不为自己 为斗氏 其留意子 耿谢不过是印证了一个他早已知道的答案 他并没有丝毫的释然 依旧沉默着 一言不发的拱手相别 退出大仗之外 彼时 月鸣心息 望着沉沉默爱中若隐若现的远山 听着脚下沙士发出吱吱哑哑的声响 哽泻的心头蒙上一层博物般的阴影 十年了 击落山之败 仍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无数次梦到父亲的头颅 滚落到自己脚下的场景 总会惊出一身冷汗 复仇 曾是他活着的唯一信仰 然而 当他后来一次又一次熬战沙场 一次又一次九死一生 一次又一次经历人间炼狱之后 麻木 令复仇的火焰 不知不觉中渐渐的冷却 战争于他而言如影随形 但他不愿看到战争成为大汉代代子孙 无法逃脱的命运 寂寥天地中 有两个字在他心中越来越清晰 太平 或许他永远成为不了斗仙那样全清天下的全臣 或许有朝一日他会粉身碎骨 可他还是定要着天下太平 这便是他的至情之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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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